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告诉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 已军对卡萨的军事反应过度 维文说尽管以色列未必听取意见 但我国仍必须继续同他们以及中东各国保持沟通 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提供援助 外交部长维文访问中东期间同以色列领袖会面 并在会谈中告诉以色列总理、外交部长等 已军对卡萨的军事反应过度 不过维文也指出这些看法以色列未必能接受 这是因为去年10月7号的袭击对他们造成重大的创伤 被问及以色列进攻拉法的计划 维文表示他也向内坦亚胡表达 我国对这场攻击将伤害平民深感担忧 维文也强调我国继续同各方保持沟通的重要性 这些沟通必须持续 无论是在战争或是和平时期 有红日 shy 我会不会保持下来 都电红日快速到这么安排 有红日快速到自己互